為了幫助有創業妄想的在地青年 管政府是跟雲林科技大學由新中心合作 結伴一系列的創業在林康廷 邀請高中的專業工師 提供青年創業所需要的認立 這次康廷是來跟財務相關的法規和幾位 讓青年了解如何來評估自己的財務狀況 來發展自己的事項 一早就有一定學生在在認真上課 聽到老師在台上說到財務 資金幾位的歷史 這項學生都想要開業 也就是創業的雲林青年 親友就是告訴我 說有這個類似的課程 因為家裡剛好是開工廠的 然後想說看可不可以轉型 印象深刻嗎? 財報的部分吧 我覺得那部分還是蠻重要的 這是雲林管政府跟雲林科技大學由新中心 合作辦理的雲林創業庫廷 這座庫廷是邀請到財務幾位的工師 介紹在創業上 需要了解的資金準備 所以不看規定的內容 今天跟大家介紹 在創業上面的財務規劃分成三塊 就是包括資金的籌措還有財務報表跟一些稅務的規劃 跟創業者有關的是風險的問題 就是不管在資金上面產生的一些風險 還是你要創業本身一些大環境的風險 其實風險都是我們最常最難去預料 及最難真的發生的時候非常難去做預防 所以建議創業們在創業的路上 可以更認真仔細地去評估可能潛在的風險並帶來的影響 除了財務的庫廷 由新中心搖搖請各行各業的專業工師來上課 提供青年在創業規定當中需要知道的各種內容 只要負荷相關的規定 有創業界外的雲林青年都可以報名參加 我打算全程的參與 因為它的課程內容其實不管是剛開始的法規 或是現在的會計或是之後的行銷或是攝影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很有幫助的 創業智能課程主要是為想要創業或是正在創業的雲林在地 20到35歲的在地青年 然後所開立一系列創業路上所需要學習的課程 然後邀請到各界專業的講師來為大家帶來每個課程的美感 目前在10月13號到15號 也會在海線口湖的海口青年創業方辦理第四T次 那如果有想要創業的雲林在地民眾都可以來報名參加 那想想要學習更多創業相關的地執 減少創業風險的青年 是趕緊來把後後一百塊的擴定時間 真加創業的實力為自己的夢想來加分 記者的苦衡心 蔡鳳伯德 好 好 好 是 谢谢大家